羽毛球2023赛季盘点 今天盘点的是韩国队 这里只统计了羽联举办的赛事冠军 夺冠最多的是安喜莹9个 断崖式领先 其次是男双江徐和女双金孔 混双蔡徐也有三个入仗 徐承载太牛了 奸向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安喜莹 9冠中国公开赛 哥本哈根世锦赛 日本公开赛 韩国公开赛 新加坡公开赛 泰国公开赛 全英公开赛 印尼大师赛 印度公开赛 江敏赫徐承载 4冠年中总决赛 哥本哈根世锦赛 澳大利亚公开赛 马来西亚大师赛 今朝应孔西容 4冠澳大利亚公开赛 日本公开赛 泰国公开赛 全英公开赛 徐承载蔡右丁 3冠韩国大师赛 中国公开赛 哥本哈根世锦赛 白河纳里少兮 三冠印尼公开赛 马来西亚大师赛 德国公开赛以下 是获得一个冠军的组合 分别是 金江恩韩国大师赛 郑纳寅金慧珍韩国大师赛 李幽灵声声赞 中国台北公开赛 金元昊 郑纳寅泰国公开赛 崔绿归金元昊 德国公开赛 韩国队各单项冠军分布 南单零冠 太偏刻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casin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